沸沸攀爬到樹頂 在樹的頂端互相玩耍 正在樹下休息的豹子站起身 看來它是想要外出觅食 剛剛站起身卻遭到沸沸的驅干 沸沸這種動物它的牙齒還是十分鋒利的 可以達到8厘米長左右 豹子爬樹的技巧很強 爬到樹頂是想要襲擊沸沸的幼崽 沸沸幼崽它的攻擊性還是比較弱的 沸沸眼見豹子將頂羊狩獵 想要上前幫助 豹子的渾身充滿了肌肉 這使得它的爬樹速度非常快 一瞬間就攀爬到了樹頂 沸沸來到了羚羊的身邊 逐漸將這隻豹子包圍 經過一段時間的休息 羚羊逐漸掙扎起來 原來剛剛的牙只是昏迷過去 在沸沸巡的驅干下 豹子逐漸撤出頂地 豹子十分的不甘心 不甘心自己就這樣措施機會 隨機對肺子展開了報復行動 它來到了樹頂 襲擊沸沸的誘载 沸沸本以為躲在樹枝頂端就會十分安全 但是這樣的做法很明顯是錯誤的 豹子利用靈活的走位 快速爬樹 瞬間就來到了沸沸的身邊 上前猛地飛越 直接將沸沸抓住 報復成功 豹子來到河 鱷魚這種動物在水中 絕對是霸主級的地位 它的咬合力十分強大 在水中基本上沒有天敵 勇敢的豹子來到 岸的另一邊 它慢慢地走進水中 每一步走的都十分小心 鱷魚就這樣漂浮在岸邊 趁著鱷魚在陸地上休息的時候 豹子悄悄來到了他的身後 突然上前 襲擊鱷魚 雙方從陸地上打鬥到水中 戰鬥十分的激烈 豹子的攻擊力還是十分的強的 雖然看上去豹子十分的瘦弱 但是力量上並沒有落下太多 鱷魚從水中 很明顯並沒有成功 被輕鬆地撕碎動物 在河中 獅子根本不敢 與鱷魚正面對決 獅群聚集在河邊 卻遲遲不敢行動 菲菲們 正在野外聚集玩耍 成群的菲菲攻擊力還是比較強的 菲菲帶領自己剛剛出生的幼崽 這隻小菲菲呢 連走路都不是特別的方便 菲菲也外狩獵羊 飛速奔跑 菲菲獨自狩獵 狩獵的可能性 不是特別的大 上前 撲向 菲菲的 背部 但是卻遭到了菲菲的登串 菲菲不小心 被地上的石頭絆倒 因此送了性命 豹子在枯草 從中狩獵 狩獵的是 羊羊的幼崽 小羊羊的行動還是比較靈活的 豹子應該是陸地上奔跑速度最快的肉食性動物 奔跑速度可以達到100公里每小時 羊羊的反擊還是很有效果的 豹子 豹子通過靈活的身子 躲過了致命攻擊 從底部咬住了羊羊的喉咙 羊羊被咬住了 遲遲不敢動態 雙方的打鬥持續了很長的一段時間 我們不得不很佩服羊羊的抵抗能力 真的是非常的強 最終 在兩隻豹子的合力圍攻下 終於將羊羊擊殺 豹子在岸邊行走 時刻觀察著水下的動靈 發現了羊羊 這隻鱷魚露出頭 豹子從水面上一跃而下 跳入水中 與鱷魚在水中打鬥 鱷魚這種水中霸主被突然襲擊 來不及反應 被豹子擊殺 豹子拖拽食物上岸 完成狩獵 獅群躺在樹下休息 看見了遠處兩隻水牛打鬥 水牛的戰鬥力還是非常強的 面對同伴 絲毫都沒有手下留情 獅子應該是在等待著水牛耗盡力氣 讓給了鱷魚 十分的友好 獅子與豹子躺在一起休息 此時 幽豬剛剛從洞穴中探出頭來 幽豬準備要外出 尋找食物 剛剛探出洞穴 就被埋伏在洞穴口的豹子襲擊 幽豬也在不斷地掙扎 幽豬這種動物呢 身上還是比較強壯的 豹子單獨與他戰鬥 絲毫沒有站到上風 豹子已經騎到了幽豬的身上 但是幽豬並沒有受到傷害 最終在豹子的堅持下 終於將幽豬擊殺 開始了原地進食 躺在地上 共同的進食 來自搭 行動 馬上 道 Wellnes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